赛车驰骋一连串甩尾 甜甜圈式烧胎 现场感受车速与引擎声浪 日前红牛车队展演在台中封建登场 是这路上的烧胎痕 民众争相打卡 最精彩的荧幕就留在最后 那地上就有这个烧胎的痕迹 这个是我们城市光荣的印记 但是那个伟大的印记保留三天 台中市长卢秀燕宣传胎痕 是城市完美伟大及光荣印记 而卢秀燕邀请民众在三天保留期 和烧胎痕拍照留念 但民众实际到现场 仅能在斑马线上短暂注流 或是边走边拍 甚至要站在花浦边才能捕捉到胎痕 毕竟那边车流量也蛮大的 所以要像市长那样拍其实蛮有难度的 而三天保留期到算一算 已经五天过去 现场仍有明显烧胎文 民众认为毕竟是建有场地 还是得恢复原貌 也有人表示不影响交通安全 就可保留纪念 本府环保局于10月2号出动洗街车 进行清洁淡化 经现场观测 道路已回归正常使用 烧胎痕流雨不流 和民众兴奋到场合影 都和市长照片中的近距离 对比之下明显落差 三地新闻王子宇区道运 SNG小组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